2019年长江行采访时 我们沿着金沙江向南顺流而下 就来到了大理的宾川县 金沙江在宾川段的景象 也如我们在贺庆时见到的 平静开阔 清澈碧绿 虽然周围环境很相似 但温度却有了明显的变化 我们在贺庆时还能感受到一丝凉爽 而到了宾川 气候明显变得更加温暖和干燥 这是因为宾川地势 山高谷深 气流下沉 深切的谷地 让金沙江带来的热气不易散出 宾川便成为典型的干热河谷地带 尤其适合种植水果 也正是因为如此 让宾川拥有了远近闻名的 水果之香的美誉 宾川的水果种类很多 一年四季都有鲜食水果的供应 葡萄是主要品种之一 设置组拍摄时 到访了宾川河村 一处产业扶贫项目基地 当地采用党支部加龙头企业 加贫困户的经营模式 利用大棚种植高品质葡萄品种 阳光玫瑰 让村子里95%以上的贫困户 成功脱贫 2019年我们长江型拍摄时 没有赶上当地葡萄的成熟季 现在临近宾川葡萄的上市时间 他们的收成如何 我们现在来连线宾川项目负责人 尹中峰 尹书记您好 已经能看到这个葡萄棚里面 硕果累累了 今年的这个收成还不错吧 我们的葡萄园的收成还是很好的 去年我们两个葡萄园 一共卖了42万斤 大概卖了800万 今年我们的葡萄园 应该产量又进一步地增加 去年的话 母产在2000斤 今年的母产在4000斤了 今年两个园子 可以卖到80万斤 然后大概1500万 因为我们整个葡萄园的销售 这个前景越来越好 今年我们又争取了 这个互颠协作扶贫的项目资金200万 在我们这个园子的外面 又新建了这个20亩的这个葡萄基地 后年的话 也就是两年时间 它就可以 基本上可以挂果销售了 我们把这个之前 我们建这两个棚子的这个贷款 还了以后 我们还是希望 一步一步地把我们这个大棚基地 做大做强 很不错的一个收成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村子里还有10户贫困户没有脱贫 今年他们都脱贫了吗 全部脱贫了 去年我们一共182户贫困户 还有10户没有脱贫 然后经过我们去年的努力 因为我们整个葡萄的这个 效益好起来以后 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了 它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贫困户呢 在土地上有租金 第二个呢 它可以来我们的基地里头物供 然后呢 我们的因为产量上去了以后 物供量也增大了 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效益好了以后 老百姓的分红也增加起来了 然后这几年 我们182户贫困户 户均累计的分红 都超过了1万块 我们知道现在电商销售 是很重要的销售方式 冰川在这方面 做了哪些新的尝试 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冰川县委政府 是高度重视这个电商的发展 因为我们冰川县呢 在2015年就成立了这个电商协会 然后在2013年以来呢 我们每年都会开这个 葡萄旅游节 特别是最近两年 随着电商的蓬勃发展呢 今年的3月街的时候 我们县长还亲自现场直播了 整个我们柑橘的一个销售 同时呢 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县委政府呢 打造了冰川县这一个 区域水果的公共品牌 叫冰管 在我们北京上海开了发布会 同时呢 在人民大会堂 也对我们整个冰川的鲜石水果 做了推荐 通过这一系列的宣传呢 我们整个冰川的水果的品牌 进一步提升 然后呢 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冰川的 整个电商的发展 目前我们冰川 从业电商的人员 达到了3600人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整个冰川的鲜石水果 也就是葡萄 柑橘 石榴等 整个呢 电商方面的产值呢 也达到了两个亿 这其实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好消息啊 因为我们知道 冰川的水果 是以鲜石而闻名 这个全国的 那么现在通过电商的发展 也许我们远在北京 也可以第一时间 尝到冰川新鲜的水果了 因为像我们这个 电商发展以后 通过这个冷链物流 然后消费者 在电商上订单以后 我们冰川的鲜石水果 两三天 就可以到我们北上广的 这些消费者的餐桌上 好的 谢谢您隐书记 祝你们的基地越办越好 谢谢 欢迎你们来 我们基地做客 好的 谢谢 无论是创新经营模式 还是新的销售方式 顺应时代的改变 让金沙江边的冰川 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其实在长江行采访时 我们就发现 冰川人动脑筋 创品牌 发扬特色的做法 还体现在很多细小的方面 比如大理的地方特产乳善 由于香甜可口 不仅是远近闻名的小吃 也是宴席中的名点 而乳善到了冰川人手里 人们开始研究它的不同吃法 当乳善遇到当地的特产水果 又会迸发出怎样的独特味道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冰川乳善的制作 以及水果乳善香甜的味道 阿姨 您好 您好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设置组 听说您家这乳善中的有名 想过来了解一下 现在这就是在做乳善是吗 是的 这是哪一步啊 这是把牛奶的精华提取 用酸水来点 那那个酸水是怎么做成的呀 酸水是把乳善做了把这个水子 吃上吃几天那就酸了 杨天红告诉我们 除了用发酵的牛奶制作酸水外 还可以利用鲜母瓜或干母瓜 加水煮沸后 放置一定时间 取其酸液制作酸水 在没有母瓜的季节 或是北方地区 也可以用乌煤代替母瓜 制作乳善的水温 要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 大约7斤牛奶 才可以制作出1斤乳善 根据季节不同 每斤乳善可以卖到20元的 30元之间 现在都可以吃一点 现在也可以吃啊 可以吃 尝一下这个 这个应该是牛最好的精华了 是吧 里面营养肯定很多 看这个劲 它很有韧劲啊 可以吃 尝一下 就是很有嚼劲 然后发微酸的感觉 然后牛奶的味道很浓 乳善制作完成后 首先要进行晾晒 让乳善您快 大致变为膳状 乳善在晾晒期间 必须用手松动一次 让乳善更加容易摘取 晾晒过的乳善 通体呈半透明状 光滑油润 形乳善字 这也是乳善名字的由来 经过晒过一天之后 这个颜色就更好看了 在阳光底下 它是乳白色 透一点黄色的感觉 那我先尝一下 它原本的味道吧 像那种 干的奶酪一样的感觉 哇 这个奶味非常的纯正 哇 好好吃啊 杨天红告诉我们 乳善的烹调方法 多种多样 煎 蒸 烤 炸 煮 炒 揭壳 告别杨天红后 设置组来到了 冰区镇的一户农家乐 这个油温要控制在多大呀 控制在四到六层 你可以把橘子放上来 哦 我先拿一个卧干 放几个 放两样 这样放 可以吗 哦 您是这样炸 哇 哦 是放在里面这样炸 哇 这个乳善马上就起泡了 已经成金黄色的 很快 大概进锅有 有个十秒钟左右 是吧 就可以了 朱平告诉我们 乳善下锅后 用滚油炸至起泡 颜色泛黄即可 如果时间和火候掌握不好 哪怕稍微多几秒钟 乳善都会焦糊 在夏季 他们也会在乳善里 加入香蕉和菠萝等水果 一同炸制 这个是什么呀 老师 这是青梅枝 用这个乳善这样吃 这样吃 对 那我也来尝一下 来嘛 你来这块 好 谢谢您 哇 好脆 刚才听到声音应该也能感觉到了 特别脆 而且这个乳善外面是脆的 里面的水果是榨汁的那种感觉 入口即化 对 但这个青梅汁 我刚才和这个橘汁混合起来之后 觉得很清爽 很甜 乳善含有人体所需的蛋白质 氨基酸等多种物质 还有调和气血 健胃补虚等功效 使增强体质 促进人体健康的天然甜品 乳善也可以生食 往昔的丁锡重山峻林 普通公路 运输靠马托 赶马人常戴乳善 红糖作为冲击食品 如今虽然这些历史已经远去 道路也畅通无阻 但这香甜的味道 却始终如一 留在了大理人们的心间